DK的眼影盤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這個妝容 這個妝容是用Urban Decay的 Naked Smoky眼影盤畫的 這個眼影盤呢 它是Urban Decay新出的Naked系列 這個系列之前有Naked 1 2 3 你只要看到3以上的 網路上有的話那都是假的 或者是你看到它沒有賣超過1500左右的話也是假的 就是不要買錯 因為Nakey很多很多假的眼影盤 那這一系列是這一次新出的煙燻妝系列 它的眼影的粉呢都非常非常的顯色 畫起來也是不太容易掉粉 Urban Decay出的Nakey系列品質是非常非常好 那Nakey我有1 那2的話是比較偏向粉色調的咖啡色 那那一盤我有一個它的類似雙胞胎啦 就是Reveal 2也是跟Urban Decay的Nakey 2差不多的感覺 那這個新出的這一盤呢 它雖然叫做Smokey煙燻 但是你不一定要用它來畫煙燻妝 像這三個顏色或是這邊的這些顏色 其實你日常妝啊淡妝的話用這盤也是畫得出來的 那它的包裝就是非常非常的美 它的包裝我在之前有一個戰利皮的影片有介紹過 所以今天就不介紹包裝了 今天就來介紹它裡面的粉 這個顏色我等一下的妝容裡面也有用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裡面是有銀色亮粉的顏色 所以這個亮粉你在畫的時候它會有一點點掉在這下面 但是因為是亮粉所以沒有辦法避免 它掉下來的話也沒關係 用一些特別的方法就可以把它清掉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其他的顏色很多都是霧面還有金屬光的 這盤的話台灣買不到 必須要找代購買才可以 那因為今天的眼妝比較重 所以我的唇彩搭配一個偏螺色系的顏色 這個是Maybelline新的絲絨純粹霧面的系列 但是它的霧不會到非常非常霧 它比較偏向你嘴唇自然的霧感 這個唇膏現在在藥妝店已經有了 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因為我剛搬回來新竹的家裡 所以我正在整理我的房間 其實你看到的這一區域裡面是乾淨的沒錯 但是別的地方真的很可怕 就是很像炸彈炸過一樣的亂 所以呢我找不到我相機的那個 腳架的那個接頭 就是可以固定在相機上面 然後放腳架的那個接頭 所以我是用手機錄的 如果畫質有任何很奇怪啊 或者是畫質不好的地方呢 真的要見諒一下 因為我現在真的找不到我的那個接頭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妝容怎麼完成的話呢 就請繼續看下去喔 好 首先底妝和眉毛我已經畫好了 底妝我是用這個 Make Up For Ever新的Ultra HD粉底液 我是用Benefit的這個 摺摺撐奇毛孔隱形露打底 那我的眉毛是用Maybelline的這一支霜頭的眉筆 它一邊是眉筆一邊是眉粉 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要畫眼妝 那首先沾這個顏色 畫整個眼皮 然後沾這一個 淺的 咖啡色大一點點粉紅色的這個顏色 畫眼窩 再來拿這一個 深紫色 smolder 畫眼尾的 眼睛的後半段 那個刷子太大了 畫一個再小一點的 然後帶一點到眼窩的地方 就是畫一個這樣子的形狀 接著拿這個 HIGH這個顏色畫在眼睛的前半段 最後再用剛剛畫眼窩的那個刷子 再掃一次這個外圍 不用沾東西 那因為剛剛的那個底色 這個顏色 有一點點亮粉 所以它的亮粉有一些會掉在這個下面 就是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很多亮粉就是會這樣掉 那因為我剛剛就是粉底液畫完之後還沒有定妝 也還沒有畫其他的提亮什麼的 如果你知道你的眼影會掉粉的話 你就可以先畫完眼影 然後再去補底妝 或再畫底妝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先提亮 這個是MAYBELLINE的FIT ME遮瑕膏 色號什麼的我都會寫在底下的資訊欄 就加在你想要比較提亮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後用REAL TECHNIC的粉底 這個是Buffling Brush 然後我終於買到這個了 MISSHA的修容棒 就把它加在你想要修容的地方 它這真的是有一點太香了 我覺得 最後我用MEDIA的蜜粉底妝 然後就可以繼續完成眼睛 那我要用BECCA的Champagne Pop這個打亮 來提亮我的眼頭 放在眼頭的地方 接著畫眼線 然後內眼線我用MAYBELLINE的這一支 它好像叫做1.7mm的 就是很細的那個眼線膠筆 然後因為這個妝是比較煙燻的感覺 所以呢下眼線我也會畫一點點 但是不要全框 因為像我們亞洲的眼睛沒有外國人這麼大 你全框的畫翻會讓眼睛看起來更小 所以你可以半框 然後外國人是都會畫在那個 內眼線就是裡面 睫毛的裡面 但我們因為就是亞洲的眼睛小 所以你畫睫毛裡面的話 也會讓眼睛看起來更小 所以你可以畫睫毛外面 然後我用剛剛這個深紫色 把那個眼線稍微暈開 接著燙睫毛刷睫毛膏 那睫毛膏是這個MAYBELLINE的 BORBY雙頭睫毛膏 一頭有纖維一頭沒有 但我今天不用纖維 因為我要太假睫毛 假睫毛是這個牌子 Lumina 就是我之前有買過他們的刷具的 他的號碼是NA02 就是NATUR2號這一款 那睫毛膠我用AUP的黑色 我覺得他這款假睫毛 雖然叫自然 但是對我來講 戴起來沒有很自然 因為他太完美的一個弧度 就他的弧度是很捲翹的那種 這樣子眼妝就完成 那臉的部分呢 雖然剛剛已經用過膏狀修容 但是我還是想要再修容一次 所以我要用這個 ANASTASIA的修容盤 沾中間這個顏色 前幾天看EVA說 他常常錄影都穿同一件 那個紅色格子的背心 是因為他很喜歡 那件衣服 那你看我常常穿這件 並不是因為我很喜歡他 是因為這是我的睡衣 所以我才常常穿這件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並沒有特別喜歡他 然後腮紅 我要用這一個 萊雅的 他這個腮紅 最後面 最下面這個粉紅 桃紅色 他裡面有 有點微微的 藍藍的反光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接著打亮 我一樣用BECCA這個 Champing Pop打亮 打亮我都會用這一支 E.L.F的 小尖頭刷來打亮 畫這邊 有時候你不想要 就是在眉骨下面打亮的話 因為可能眉骨打亮 有些人會覺得比較老氣 但是你還是想要 眉毛這邊 就是有輪廓身的感覺的話 你可以加在眉毛的上面 就是這邊 不用說一定要在下面 這樣子就不會有老氣的感覺 那今天因為眼妝還蠻重的 所以嘴唇我要用一個偏螺色的 這個是Maybelline的 霧面絲絨純粹 這一新的系列的 它是12號 這樣子就完成我今天的妝容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 再看